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 我和Cathy现在出国旅行 所有旅游资料都会储存在随身攜搭的智能手机内 这些旅游资料包括 入境签证 飞机票 登机证 酒店预订 地图等等 都是用资料夹分类储存 当每次需要使用某个资料时 就会逐个资料夹搜寻 然后才开启这档案 如果某资料档案需要经常使用 每次都这样搜寻 其实都颇为麻烦 所以 在每次旅行出发前 我都会将一些经常使用的旅游资料 在手机的桌面上建立截径 这样 每次就可以直接点击桌面上的截径来开启档案 真是方便快捷 OK 现在就看看如何在Android手机桌面建立截径 第一步 开启Google 云端硬碟 将旅行所需要的档案 例如 高雄捷运路线图 上传到Google 云端硬碟 第二步 完成上传档案到Google 云端硬碟后 点选档案右边的三点符号 第三步 接着弹出菜单 点选新增自主画面 第四步 确定新增自主画面 接着 档案的捷径便会加到手机的桌面上 以后 只要点击捷径 档案便会马上开启 真是十分方便 当然 如果想使用时更方便 可以将捷径拖映到主画面的第一页 OK 谢谢收看 如果喜欢 请订阅我的频道 按个like和留下评论啦 拜拜